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剩下是未满18岁吗 对哦 要20岁啦 就麻烦各位 就算自己签了或者还没有签 都很欢迎你们可以拿一些零储书回去 那这个是林飞凡今天晚上对大家的一个请求 对就麻烦各位 然后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导国前进的论述组的成员 然后台大法律所的陈瑞光 陈瑞光同学来 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他的一些想法 他很厉害 他在318的时候 他会非常多国语言 他把每个新闻稿 可以用各种语言的方式 传送到各个国际媒体里面去 然后他其实下个月要考律师 我们祝他金榜第一名 大家好我是导国前进的陈瑞光 陈如刚才陈慧敏老师介绍 我是就是现在念台大法研 然后目前从事的是捆工的工作 跟立法院时期有点不太一样 我负责处理细节性的事项 那刚才非凡讲很多 就是为什么要修正公投法 还有大家对民主政治的想象 那其实用公投法来补正公投 这件绕口令的说法 我现在就先不用 然后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跟大家说明 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你要怎么样对外国人 或对中国人说明 中国人也就是外国人对不起 说明台湾在哪里是一个民主国家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这里为什么叫市民广场 市民广场它除了是台中市人公民 台中市的市民 大家可以假日时间除了遛狗 然后除了像这样政治集会 除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只要是市民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使用 应该是这样一个公共的空间 但是台中市的市民 在同时是台中市民之前 他也是一个台湾人 台湾人对于台湾这块土地 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事情 应该有共同的决定权 这就是民主 但是我们有什么决定权吗 一个大统游的 就是案子 他被政府罚了18亿 然后前几天出现新闻又不罚了 一个赵藤雄 他从一个长工 可以变成就是现在家财万贯 开了一间远雄 山野BOT 海野BOT 公共政府 公共工程的案子无所不包 那这样一个企业巨破 他前几天被收押 现在案子进行不明 但是依照网例 很有可能又是无疾而终 大家就是 我刚好不强念的是法律系 就是大家一天到晚骂了两句话 就是立法无能 然后司法不公 刚好我们都参与一点 所以你们眼前看到的 其实是个恐龙蛋 就是我们恐龙法官的 育成过程中 法律人绝对出了不少力气 让现在的许多社会制度 千疮百孔 我们可以想到的问题就非常多 像一个北北基的考试的案子 北北基的一个会考制度 为什么可以让 小学第一名 中学第一名毕业的学生 没有学校可以念 那这些议题 家长你们不关心吗 如果小孩子吃到大桶的油又有毒 你们不关心吗 为什么我们要让这个国家的政治 让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 继续沉沦下去 我们号称是台湾的公民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因为我们四年 每四年一次 就可以选立法委员 就可以选市议员 就可以选台中市长 就可以选总统 然后那我们就可以骄傲的支撑 我们是一个公 是有民主的国家吗 台中市民 你们对吴志强表现怎么样 觉得怎么样 觉得好的请举手 诶 那为什么他连续选上那么多次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大家都会觉得很好奇 如果一个不好的政治人物 我们只好用选票来制裁他 但是现实上 这件事情就是很难办到 一个吴玉森 他可以主张通奸罪不可以废除 但天天出入为格 这样子的一个立法委员 是我们市政满意度 可以接受的立法委员嘛 所以现在在台北 如火如荼的进行各安委的活动 就是一步 让人民拿回权力 让人民重新做国家主人 一个重要的步骤 然后我们现在推行的公投法 却是往这个目标前进更大的一步 为什么 因为立委每四年只能选一次 那当然他四年之后 我们又可以再选一次 可是四年 我们就算那一天当国家主人 其他的364乘以 364乘以 然后365乘以3 其他天又继续是当国家的奴隶 国家又变成我们的主人 这样我们还称得上 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吗 我们要拿回的是怎么样的权利 我们要在每件事情 每个重要的制度上 我们都有一份发言权 我们可以去决定 我们要不要这样的制度 但现在的公投法 就是阻绝我们这样的权利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政府国家 他可以让人民的公投案 无法通过的方式 来实质上阻绝公投法 可以带来的效果 香港并没有一部公投法律 但前阵子 香港民间发起自主的公投案 有七十几万人投票 香港才七百万人 所以他们十个人就一个人投票 台湾有两千三百万 如果十个一个人投票 两百三十万 我们公投案可能一下就过了 我们用公投 补正公投的公投案 一下就过了 很像落口令 但是事实上 就是说明一件事情 香港他们没有法律制度 但是他们民间发起 希望透过公投 来让北京 来让香港的特首 梁正英 知道香港人民 想要什么样的制度 去影响 去对他们施压 但台湾有这样的法律 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通过 公投联署 公投实际上的案子成立 过去有六次全部都失败 还有政党动员 不管是国民党 不管是民进党 提的公投案 都没有一次成功 但这是我们想要的制度嘛 为什么和市这么重大的议题 人民不能够自己来决定 为什么福茂这么重大的议题 人民不能自己来决定 小到大统油暗 大到和市 这不是像这个市民广场一样 只要是市民 只要是台湾人民 就会有资格走进来 说一句你自己的话 政府想要达到的就是 阻绝这样人民的声音 只要让你觉得 关系也没有用 这些在街头讲到都跟疯子一样 这样它就达到了 让实际上让你对政治人感 觉得这些政治人 这些从事社会运动的 都是吃饱太咸 套一句蔡正元讲的话 就是烂咖 那到底谁是烂咖 我们可以再往下看下去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持续推动 公投连署 让社会上重新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当然跟这些人 他们不是烂咖 是疯子 就是全台跑透透 太阳下雨 都是风雨无阻 我们在全台湾各地 就全台湾各地都可以看到我们身影 在做一样的事情 讲一样的话 做一样的公投连署 可是因为用公投法 修正公投这样难以 就是重复的唠口令 很多人无法理解我们的诉求 但是你想一下 你身为台湾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一个公民 你到底享有什么样的权利 你为什么不能在这些议题上发生 你生气的时候 你就只能上PTT 骂一骂 就气消了嘛 还是你回到家里 就是假装没有这件事情发生 那就算了嘛 中国人很矛盾 那是中国人 那台湾人不可以矛盾 中国人他们说 不可至少 不要至少 我忘记他的什么说法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但同时又说 就是至少门泉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我们既然不想要对一个公共制度 投注心力去让它变好 那我们又期待有一个好的民主宪政的国家 这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很矛盾 但是我们不可以矛盾 我们要一个好的健全的公共制度 我们就要对现在的政治 去关心 去了解 去实际 去影响 去参与 那个第一步是什么 就像非凡讲的 去我们岛国前进的脸书按一个赞 就是因为 其实岛国前进现在主要推的是公投 补证修正的案子 那后续 还有什么样的政治 还有什么样我们要提出的议程 那后续会再跟大家说 可是目前的阶段 我们非常需要大家来帮一把力 因为实际上岛国前进的工作人员跟 志工朋友都非常非常 在台湾2300万的比例底下 是很少数很少数 我们要冲到100万人还很远 但是像今天台中市 就这么多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们可以像滚水球一样 越滚越多人 大家在这里知道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认同我们理念 就加入我们的行动 帮我们带眼鼠书回去 或者是上网按我们的脸书 或者是分享 在你自己的生活 生活范围 生活空间里面 用你可以做到 不会太过勉强的方式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行动 尽一个台湾公民应该有的义务 谢谢